中国人砍光了一切,谁是破坏俄森林的真正元凶? 他们毫不留情的痛批和纪录宪政权和这个国家,是之江西伯利亚木材,完全授予中国人,在网上能迅速找到证据,说什么乌拉尔以东的森林,几乎不复存在,所有木材都抛售一空,皆已被中国人运走,和新社分析了这个引起轩然大波的话题。 首先,回顾历史,一直以来,俄罗斯的林业资源都非常丰富,作为绿色黄金,它的出口也早已有之。 最初的书面记载要追溯是伊凡四世,即著称的伊凡雷帝执政时代,俄罗斯的森林覆盖率是广,居是文明。 在20世纪80年代初,俄罗斯联邦的木材储备为724.9亿立方米,30年后,即2015年,杜马农业问题委员会,给出了下列统计数字,而目前的木材储备为815亿立方米,年增储量9.938亿立方米,于420亿立方米的木材可以砍伐。 文章称,从上述数字不难窥见,即便议员提供的数据,包含乐观成分在内,但俄森林储备出现整体性增长乃不争的事实,为避免被指责为成建作祟,不妨参照一下联合国相关委员会同年公布的数字,830亿立方米。 如今,再来分析一下,俄罗斯究竟砍伐了多少森林,据李文首所提到的灾难还有多远? 1989年左右,苏联向67个国家出口木材,最主要的买家为日本、中国、东欧和斯堪比纳维亚半岛国家。 当时,苏联的木材出口,位居全球第五,排在美国、加拿大、瑞典和芬兰之后,俄罗斯也在采发和出口木材,但总量较之苏联要少得多,与此同时,相关半生材料的产量却在不断增长。 再来看对华木材出口,2016年,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2200万吨木材,占额出口总量的19%,但这一数字却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,作为恐吓俄罗斯人的借口,这其实是危言总听,中国的确是俄木材的最大买家,但占据对华木材出口榜首的是美国,而非俄罗斯,各国对华木材出口金额大致如下, 美国,76亿美元,俄罗斯,45亿美元,加拿大,40亿美元,而后依次为巴西,日本,芬兰等国,如此看来,跟俄罗斯你死我活,争抢中国木材市场的,恰恰是那些剑走偏锋的爱国者们所推崇的资源,跟土地利用的典范国家,作为对比,按联合国粮农组织2010年的统计, 俄罗斯的森林面积,高达8.09亿公顷,占全球的20%,加拿大近为3.1亿公顷,美国才3.04亿公顷,匪夷所思,但的确如此, 虽然俄罗斯的森林面积,是西方巴达国家的三倍,采伐量其实相差无几,俄罗斯为打击木材非法砍伐及走私,推出了国家统一木材备案和交易,自动化信息系统, 如此一来,每次木材采伐,从伐木到运送至国境或是加工厂,整个流程都处于监控之下,此举收效明显, 但是近两年里,查处立案的非法林木交易数量,便增长了五倍, 文章称,俄罗斯的伐木业证,逐年步入正轨,虽然速度不如期望的那么快,但毕竟不断变好,在外非加尔湖以及西伯利亚地区,是否存在非法采伐,这是一定的,然而,从事这一勾当的不是中国人,而是我们的俄罗斯同胞,他们目无法计,略夺性地破坏着森林, 这一犯罪勾当的所有内心收入,都落入了地区盗墓者的腰包,要维护和不断增加我国的森林储备量,最期待解决的问题,并非砍伐过度,而是年复一年的森林火灾,在大多数情况下,这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轻慢,和缺乏敬畏之心导致的, 根据联合国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统计,火灾每年会焚毁俄罗斯近200万公顷的森林, 另有纪6亿公顷的森林,不在防火保护区内,单是2017年,俄森林过火面积,便高达450万公顷,倘若将去年毁于火灾的木材迈至中国,按当前的出口两则算,可以出口22年呢?编译同诗群。 谢谢! 按照转看! 我们下期见! 我们下期见! 好! 点 pomp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